各位乡亲刚刚听到他们两位对于未来台湾所面临的环境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两位都把重点放在到底两岸应该怎么定位 台湾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严格讲起来 在在我右边的蔡主席 人民对他最大的疑虑 确实他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确定 但是对不起站在我左边这一位马总统 您施政将近四年来 您的表现让人民不满意 我们必须要讲台湾所面临的未来的挑战 其实不只是两岸 没有错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界的这些大企业家 在公开出来呼吁 希望两岸要和平 2005年的时候 您不记得就是宋楚瑜跟连战主席突破那个万篮 来创造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机会吗 马主席 您还记得 你们最近国民党也好 或者其他你们内部也好 或是也反反复复的批评宋楚瑜 为什么会跑到对岸去 你们的立场不像这次我们选举一样 有时候你站在我左边 有时候你站在我右边 也像一样 民进党也是一样对两岸的问题 左摇右晃 我们今天台湾所面临的环境 确实没有和平发展 没有一个共同大家能够确定的一个前提的话 两岸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个关键点是我们如何的让台湾人也放心 台湾人现在所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我也在这边走遍台湾这一次所有各地 台湾民众常常问 EGFA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实质上的好处 没有错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不是只有少数的这些企业界 而真正关系的台湾能够有那些竞争力 可以进入大陆市场 而且行销全世界的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弹出 能够确保台湾产业持续发展的 真正的我们的本身的最大的核心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是不确定 一个是不满意 真正讲起来两岸和我们今天台湾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真正台湾今天的面临的问题最严肃的 是我们的政府整个的领导和我们政府所有的这些结构 能不能因应新的环境的变化 严格讲起来 蓝绿放两边 民生放中间 让会做事的人帮大家做事 这是我从头到这次参选最重要的主轴 我也同时跟大家报告的是 现在为什么两位还在吵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报纸上所有的这些广告 主要是蓝军的人怕会输给绿的 绿的人怕会输给蓝的 现在是苏人不苏政在打面子的战争 但是你们两个政党在打面子战争 却让台湾失掉了理智 什么是理智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严重的挑战 是我们能不能因应世界的变化 看到全世界的变化 台湾所面临的挑战 不是小事 这些年来我们讲了很多 但是对我们产业的变形 产业的升级 我们绿人的这些工业的提升 和我们到底是处理这些 我们贫富差距的问题等等等等 我们看不到马总统能够让人民满意 您刚刚提出一大堆的一个数字 您用了将近六千多亿 马总统你一年 但是一年的预算 你就有一兆九千多亿 但是为什么我走遍全台湾 大家没有感受出来 到底爱台十二项建设 对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帮忙 我跑到金门也好 我跑到马祖也好 你看所有的店铺 几乎全都是关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看了中南部 好多的地方 看不出来 如果说大陆上面的游客不来的话 几乎大家觉得就完了 蔡主席 你晓得为什么人民对你很大的疑虑 就是希望我们台湾不要跟对岸硬碰起来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但是唯有亲民党站的当中 我们的立场是只有亲民党才能够坚定的维护台湾 我们根本的宪法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子能够维护我们台湾 真正大家长远我们所确保的台湾的利益 所以吵来吵去的话 就因应未来的情况 我曾经反复的说 我当总统之后 最重要的是希望对于总统权力的行使 怎么去整合我们台湾不同的意思 然后呢 共同找出我们未来的方向 因此我提出来要解决男女恶斗的问题 应该对总统的权力要提出四大的保证 我说我保证我当选总统一定会到尊重国会 尊重在野党 我一定会跟在野党会反复的磋商重大的问题 落实我们全责相符的民主政治 我也保证我当选之后要求各个部会应该要严守中立 更重要介入这个严格的这个禁止 介入政党的这个这种这种派系之争 而且我保证要组织大联合的政府 我也愿意提出来 我的未来对台湾的规划 全面性的国土规划 我已经讲了很多 但是我真正在这边把台湾将来发展成七个重大的这个区块 第一北北基我们希望成为商业与金融的中心 吸收全世界大企业的总部能够设到台北 第二桃株苗是未来我们绿人产业的发展中心 要利用现在的科技的这种产业基础 来朝绿人的科技的发展方向来来前进 第三中章头是一个创意跟国民外交的中心 我们希望争取全世界非政府组织NGO能够在南头的中心新村设立总部 也让更多有创意产业能够在中部能够落脚生根 成长发展发展 第四我们也希望在云嘉南成为我们台湾未来的农业跟生物科技的中心 利用广大肥沃的土地跟科技的基础 承接我们前一代的文化来发展下一代的产业 那么第五我们在高平的地区成为台湾跟亚洲的经贸生产运筹中心 利用我们天然的这些好的港的优势再创繁荣的市井 第六我们在东部的花东和宜兰是产生我们有机农业 跟健康食品的发展的基地和观光旅游的圣地 这片后花园不但要保持干净 而且要在自然纯净中增加我们新的产值 第七在外岛的金门马祖澎湖 我们规划成为两岸的自由贸易的特区 也就是希望未来的台湾是一个均衡的台湾 而不是一个头重脚轻的台湾 我们希望每一个的区块都有它的特色 它的骄傲 就像我们每一块土地都有十和它的种子 让台湾更多元化更美丽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两个政党长期的这种恶斗 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今天台湾最需要的看到现在五都变革之后 那种重叠和中央的冲突 好多的问题不能解决 难道我们要需要五套的机械人马去自三防洪吗 我们需要五套的人马去做那些交通建设吗 这些许许多的问题 必须要有个有经验的人来去总和 给我关键的四年来帮大家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一定会让台湾的乡亲不但是放心 而且还会满意 给我关键的这四年 我们能够把台湾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恶斗的情况 能够把它停止 各位亲爱的乡亲 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放下蓝绿 来真正找到一个我们的共识 就是我们不要再来团结的蓝军 对付团结的绿军 把台湾分裂下去 我们希望真正谈结台湾的真正的意识 什么意思 就是自由的台湾人 民主的台湾人 骄傲的台湾人 和有愿景的台湾人